哈喽,射手座的朋友们,大家好,世界,那今天这个影片呢,是要给射手座的朋友们,从2月16号到2月底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,那这是一个大共能量的排卡解读,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状况跟细节,我会建议你听取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,那请记得,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,所以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,现在正在面对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,那在我的频道呢,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月亮双生经济, 之外呢,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或日期,你可以根据你的直觉点选你最有感觉的标题,或听从这个宇宙的指引,看看呢,YouTube最近经常推播给你哪个星座,我相信那边呢,也会有你所需要的讯息在里面,好吗?那不管你是新来的朋友,或者是老朋友,都非常感谢你来收看我的影片,也非常谢谢你们帮我分享我的影片,按一个喜欢,甚至帮我收看我的广告,都可以协助我的平台继续成长经营下去之外呢,今天呢,一样在这个开场的 同时呢,会有这个十二星座的开场讯息,也会有平台最新的更新消息,首先就是,如果你是要询问有关于个人咨询,跟订购这个大天使能量蜡烛的朋友们呢,在影片下方资讯栏都有详细的说明,那如果你还没有来追踪我的IG的朋友们,请上网搜寻一个关键字,也就是珍爱自己, 你就可以找到所有相关我的资讯,就是在这里,这个关键字,好,来,那呢,IG呢,我不仅会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之外呢,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电子报,在影片下方资讯栏也有一个连结,在未来呢,最新的企划或活动,我都会透过电子报来进行一个推播,邀请你们一起来参加,好吗? 好,那我们接着呢,就直接来进入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的这个十二星座的这个开场讯息,OK,好,射手座的朋友们,我感觉呢,在这个月底的时候呢,你可能会经历一个变动,那这个变动我不知道是什么变动,可大可小,可能比如说是直牙上面的变动,搬家的变动,或者是关心上面的变动,但是呢,我觉得可能要稍微做好一下心理准备,好吗?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,不要紧张,好,只是告诉你会有一个变动或改变来临,OK, 就是get ready,好不好,就是准备好一下,OK,好,那呢,第二个开场讯息是要给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,也就是最近你可能蛮适合一些闪亮亮的东西,比如说亮片啊,或者是你最近特别对这种亮片闪亮的东西特别有感觉,OK,没有问题的,像这样的服装啊,服饰啊,配件啊,或者是水晶通通都可以,像水晶也会闪亮亮的,或像一些首饰也会闪亮亮的,通通都可以,好不好,然后,对, 他们说就是这样子,OK,所以这个,我不知道为什么,这个亮片或者是像,因为它给我看到一个感觉很像是那种一闪一闪的感觉,所以我觉得你最近可能对这种东西特别,好像看了特别心情好,OK,所以你可以去运用一下,OK,好嘞,那第三个呢,要给你们的开场讯息是,最近你们可能很爱吃红萝卜,或需要吃红萝卜,好不好,OK,所以呢,我先讲一下, 我不是什么营养师,也不是医生,但是我感觉你身体可能特别喜欢这个红萝卜的东西,OK,如果适当的去摄取是没有问题的,好吗,但是还是要依照你个人的健康条件跟状况,如果有任何疑虑,请恰专业的医师或营养师,去为你做一个搭配或协助,好吗,所以呢,红萝卜可以,芹菜也可以,但是我知道有的人,我这边有感觉到有的人就是,你的身体需要芹菜, 但是你很讨厌芹菜,好不好,OK,所以,你看能不能捏着鼻子把它吃两段,好不好,OK,但是我感觉就是,特别明显的是芹菜跟胡萝卜,红萝卜这种能量呢,在你的身上感觉特别的需要,好吗,好,他们说呢,就是这样子,来,我们直接进入这个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,如果你是新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们,请注意,本频道是非常讲究灵活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,意思就是说,等一下我再讲解这个能量场的过程当中呢, 这些相关状况,人事物事件感受形容词呢,请你自行灵活去做一个替换,好吗,因为我没有办法据细迷,知道你们每个人发生什么事情,但我会尽量的去阐述,描述,或者是举例说明,让你知道我要表达的内容,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语速过快,那也可以到这个影片右下角呢,应该是有一个这个小齿轮,OK,那你也可以去调整这个语速,调整到适合你要的模式,OK,好吗,那我们就直接来进入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,首先射手 射手座的朋友们,在这两周遇到的这个挑战呢,是这个保健7,这三组能量排卡分别是过去,现在,未来的能量场,那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,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这一张女王牌,这个就是我跟你讲的,你可能会迎来一个变动,会有一个转变,那这一次呢,由于我是用这个彩虹排卡,所以可能会有点折射反射,看不是很清楚,但没有关系,我都会详细的跟你们解说,听清楚就好了,OK,好嘞,我们来看看天使跟宇宙,希望透过我来告诉射手座的朋友们,在这两周有什么样小小的叮咛,或者是协助可以 提供给你们,好吗,好,你看吗,我就说你有一个改变,这边有一个塔牌,这边有一个女王牌,就代表你有一个新生改变的这个动作要出现了,那在这边呢,还有一个圣杯吧,其实这很明显的就是移动,向前改变,或者是态换,OK,那我个人觉得呢,在这个状况当中呢,应该是说呢,这一两周呢,好像,等一下,这边有一个小众的讯息,我插播一下,可能原本有一个你计划的东西,他没有按照应该计定的 时间去发生,比如说假设好了,你原本觉得说,那我可能可以在下个月升迁,说不知公司刚好来了一个什么财务上面的大变动,这个升迁的这件事情或这个决定可能就被延后了,类似像这样,我就随便举例,你们要去套用你自己生活的状况,所以有可能原本一个已经既定好的事实或事件或一个状况,原本应该要发生,却没有发生,他好像有点往后延后发生了,OK,那这个部分呢,我觉得他原本 有可能是在一月初要左右要发生,但是好像被延到二月中到二月底,才有可能这件事情又开始被推动了,OK,那由于呢,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,所以这个东西呢,要按照每个人的进程,好吗,但是我抓这个感觉,能量就是在前后两个月左右,一两个月左右,OK,好,那你为什么呢,这一个,这一周呢,这两周,为什么你的挑战呢,是这个保健期, 这个保健期,就是给我一个感觉,就是原本既定好的这个事情,要发生却没有发生,然后这两支保健呢,是插在地板上,你手上拿着五支保健,OK,这五支保健有一种像是,原本这个可能答应你的事情,或你觉得应该会发生的相关状况人数,他可能,第一,有可能他反悔了,或他转变了,或他决定了另外一个方向, 所以,你没有办法按照你原本的想法吧,或计划去进行,好不好,OK,所以我觉得你是有点失望的,或是你是有点失落的,你多多少少会被影响嘛,因为毕竟事情,没有在我们的掌控之中,我们多多少少难免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动荡,但是这个保健期,给我一个感觉是变成是说,因为这件可能延后发生,或者是被推迟的这个相关状况人数呢,反而导致你,陷入了一个,我觉得, 不能是说左右为难,但是有点像是说,突然有点变得不知如何是好,好不好,OK,所以呢,这个保健二才会插在这个地板上,才会成为你这两周的挑战,那还有一件事情是,这个相关状况人数,他可能呢,某部分的人是被背叛,就是他原本答应好要跟你合作,可是他反悔了,类似像这样的例子,或者是某一部分的人,他可能跟你谈好条件的,但突然他就转了个弯,类似像这样子,OK,所以中间会有一个变动,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,我在开场, 对你们的变动的状况就是这样子,OK,因为你在这个挑战这边是一个保健二,你在现阶段的能量场,你又抽到保健二,OK,这个是我从中间这个现阶段能量场拿出来的,所以代表说,这个决定在现阶段还没有办法被推动,在未来他才可以往前走,因为在未来你才遇到一个塔牌,那目前你看不到的是一个新生,OK,所以这些能量是自由在后面的,OK,好,那在过去能量场呢, 你抽到的一个是权杖期,哎,哎,我的天啊,我没有看到耶,我的天啊,你知道吗,我刚刚在讲这个牌卡的时候呢,其实我跟你讲,现在的朋友,我通常在解这个牌卡的时候呢,我大部分是看着我自己的墙壁的,有些时候他们叫我拿这张牌卡给你看,我就会拿这张牌卡给你看,可是我刚刚完全没有看到,我吓一跳,你知道吗,在这边,你的保健五就在你过去这个能量场这里,你知道吗,所以我刚才发现,哎呦,我刚刚在讲这个保健器的时候, 我完全没有看到这个保健五在这边,这个就是在过去我跟你讲,这个人啊,他突然改变了心意,OK,他突然改变了心意,然后你就有点失望了,OK,所以呢,变成是说,你只好把这个保健二放在地板上,你别无选择,保健二丢在地板上,代表你别无选择,你也没办法选择,所以你只好离开,你就是这个离开的这个人,OK,那这个呢,相关状况人数呢,他们呢,把所有的这个对他们有利的条件都拿在他们的手上,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人是战上风的, 那这个是你要迎来的这两周的挑战嘛,所以变成是,你要扛着这个人丢下来的这些东西,站在这边,变成开始好像有点左右为难,或这件事情可能就有点停滞了,或者是你有点不知所措,这就是我刚刚读到的能量场,我天哪,我刚刚完全没有看见,OK,好,那接下来呢,呃,你在这边呢,抽到的这个权杖六,给我一个感觉是,你原本觉得这件事情,你已经终于有一个定论了,或者是你已经去争取来这个结果了, 比如说原本,公司说好要升迁的人是你,是你立下这个战功,或者是你做出这个决定,或者你找到这个方法,OK,原本一切都是像你想的一样,非常的顺利,我应该可以迎来这个我想要的结果,但是却因为这个保健五,结果殊不知,你只好离开了,这个就是盛飞吧,你只好离开这个状况,再去等待适合你的契机,或者是机会,或者是状况,这样子, 所以,这就是为什么过去那个东西,它没有发生,只好延后了,那在现阶段这个能量场,你抽到的是保健二,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,你变成是有点不知所措,或者是现在没有办法下一个定论,所以你卡在这里了,那卡在这里的过程当中呢,你进入到一个月亮牌卡,然后还有这个影视牌卡,变成是,你注意看哦,我刚刚是不是有跟你讲,你开场了,我的天啊,我刚刚,我对天巴士,我刚才没有看到这些牌卡, 我是说,你受到影响之后,你情绪会有点动荡,这就是这张月亮牌卡在这边,然后你看这个人哦,他呢,呃,很像是很,呃,不能讲哀愁啦,但是你好像在寻寻觅觅,找一个解决的方法,因为你的脖子上面挂着是一个钱币衣的这个项链,OK,所以我觉得,你看哦,这个女生的脸,跟这个月亮的脸是一模一样的,表情一模一样,这个就是我觉得呢,你因为变得,这个事情卡住了,停滞了,不知如何是好的,这一个保健二, 导致于你只好在这边,上网Google,找一下看有没有解决方法,或者是上网搜寻一下有没有下一份工作,好,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,所以变成是,你原本想好的没有来,你情绪受到动荡,那你还要额外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,OK,所以在未来这个状况呢,你看哦,这边就抽到一个塔牌,抽到一个权杖石,然后这边还抽到一个圣杯衣,这三张牌卡呢,给我一个感觉就是,这边呢,最后会有一个塔牌的事件,也就是我告诉你,可能两周之后呢,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圣杯衣,这三张牌卡呢,给我一个感觉就是,这边呢 你会遇到一个转变,或者是在这一两周,你会遇到这个转变,意思就是说,应该会有一个事情推动的契机,让你能够去把这件事情,我觉得有所转环吧,或者是这件事情终于推动了,甚至是有可能是新的机会会进来了,OK,就是原本这边你很失落了,但这边有可能一部分的人是新的机会进来,一部分的人是这件事情可能没有机会了,所以只好转个风向,那另外一部分的人是,如果,我不知道为什么,这边是有一点点小众的讯息是,如果 如果假设,你硬要待在这个状况,你硬要待在这个状况,看这件事情的进程会是怎样,那你是会有一点压力的,这个就是你,OK,譬如说假设好了,老板跟你讲,之后呢,我们要这个加薪要升迁,就是你啦,就是你这个小王这样,那公司呢,突然有一些政策上面的安排,诶,这件事情可能就被停顿了,那你在这边呢,突然就有点觉得说,诶,那我不知如何是好啊,那我现在要怎么样啊,我原本计划好,如果升迁要带家人去吃饭啊,本来想要拿这个奖金怎么样,诶,那计划不就泡汤了吗,类似像这样的, 那你当然情绪受到影响,你当然得想别的办法嘛,因为你可能答应你的家人,餐厅都订好了,那你就准备这么做,OK,那这边呢,可能迎来一个塔牌世界,就是如果你硬要在这边等啊,等啊,等啊,等这个,这个原本的这个人,或相关状况人数,给你一个交代,或给你一个,呃,结论好了,那你可能要一直承载着这个权杖时的这个压力,或这个,呃,煎熬吧,我这样子讲,因为可能你要等待啊,你要干嘛,你要听从对方的决定如何,这样, 所以这个塔牌事件,有可能要嘛,就是你自己觉醒了,我不要等啊,或者是,有可能你就会觉得说,诶,我好像身陷在其中,突然觉得好像卡着不能动,这边有几个状况,这边大概有三四种结果,我先跟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讲,因为你们到这边呢,能量是蛮一致的,但到这边开始大家有不同的结果,可是这个不同的结果都在引导一个方向,也就是这个新的开始,OK,但这个新的开始,给我有另外一个寓意,反而比较有点像说,这个女皇牌啊, 有点像是,我觉得,嗯,不知道为什么,在这个过程当中,我觉得你要学习为自己负起一个责任,你懂我意思吗,我不知道为什么,这边就是有点像是,你要为你自己负起责任,这件事情之所以,对,没有错,可能这个人中间变卦了,这个人可能中间改变了,这件事情可能突然转了风向,但是他们说你在学习为自己负责,OK,意思就是说,不管这件事情的状况变成怎么样,你要有能力去处理,面对或解决这件事情,所以,我觉得这个塔牌, 有点像是,点醒你这件事情,然后你要选择留下来呢,扛这个权杖石呢,还是你想试着转换一下风向,接受其他新的机会,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,你反而是去学习,如何为你自己负起一个责任,因为,呃,这边有一点点小众的,这个射手座的讯息是,额外有一个插播,就是,我觉得以前,你都有点像,嗷嗷待哺,你懂我意思吗,就是,呃, 你会觉得说,啊,这就是已经属于我了嘛,公司都已经,呃,大家人传,人云云云云都已经这样讲了,啊,应该就是,我胜卷在握,或者类似像这样子,所以,你有点像是,嗷嗷待哺,在等待这个机会,或者是你会觉得说,啊,这很轻松,很容易啦,我一定会想到解决方法,或者是,啊,这不用怎么样,一定会有人来帮助我,或什么, 啊,所以,你一直有一种像是,呃,仰赖外在的资源,来协助你去处理这件事情,OK,所以,某部分射手座的朋友们,我觉得,你会在这边学到,你该学习的课题,这是给一部分小众的,这个,射手座的朋友们,好吧,OK,好,那接下来呢,我们要来抽这个宇宙的验证牌卡,来看一下,啊,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告诉你,在这两周,啊,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状况,有什么样能够,呃,小小的,这个,快速通关的这个小秘诀,好吧,好,那等一下呢, 我们也会来抽出这个,美人鱼的牌卡,也会给你一些意见,最后呢,我们会来抽出这个,你灵魂正在学习的课题,好吧,OK,好,来,OK,哦,你的这个宇宙验证牌卡还蛮多的,好,OK,来吧,哦哦哦,来来来来,哦,很多张耶,好,来,我再看一下,好,呃,这几张牌卡,我觉得都还不错,但是这边呢,我觉得有点寓意深远,好不好,来,是让我来一一跟您, 您解释,好不好,OK,我个人觉得,这个状况,啊,其实是宇宙在告诉射手座的朋友们,这是一个幸运草的一个,这个象征,OK,这个状况呢,是有点告诉你,你要如何在这个状况,这个风向改变,或这件事情,可能没有办法像原本想的那么顺利的过程当中,保持信心之外,这张牌卡还有一个含义是指,你要去想,呃,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不是很OK,但是其实你从中学到你要学的课题,你是很幸运的,因为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不是很OK,但是其实你从中学到你要学的课题,你是很幸运的,因为这件事情, 其实你有能力解决,它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,OK,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从中去看到,这件事情当中,你学习到什么,然后你得到什么好处,然后你能够怎么做,这是属于你的幸运,好不好,这是其中一个小小讯息,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,我会告诉你,为什么这件事情不是很难,因为呢,这个乌云后面有这个太阳,所以雨过就会见到这个彩虹,就是这样, 所以不用太担心,我觉得你有这个幸运存在,只要你能够去领,呃,他们叫我这样解释,只要能够去理解,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状况发生,然后你为你自己负起责任,或者是拿出这个行动,这件事情就会解决了,没有太难,OK,那这张牌卡呢,是指,呃,翻山越岭,OK,这个呢,是一个很大座的山,他们说,这,这个,怎么讲呢,这,这,这个翻山越岭呢,要达到这个巅峰,或达到这个山顶,他们说呢,必须要你, 自己身体力行,意思就是说,你刚刚呢,可能像我,讲某部分小众的射手座的朋友们,你可能一直都是,可能逃避问题,或不愿意去付出,等待别人来协助你,或者是你觉得,啊,大局已定,所以你就,没有再努力,我先随便举例,可能是这样的状况,你们要去套用你们自己的形容词跟状况,OK,所以,这个翻山越岭,其实是有点像是说,你应该要能够为你自己,负起这个责任,那你才能够有这个权利,去享受这个心声,OK,这个是他们要我告诉你的,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,这张牌卡呢,是一个放大镜,这张牌卡是要我告诉这个射手座的朋友们,你应该要好好的去检视,在这个过程当中,你遗漏什么,你没有做到什么,你应该调整什么,你应该进步什么,OK,但是他们叫我告诉你说,我们这样讲不是说什么,好像都是你做错,好像都是你不对,不是,我们不是这个意思,是指,你应该要把握这个幸运,因为这可能不是一件大事,所以,我们借由小事来提醒你,那你要赶快啊,看你哪里可以修正,调整,改变,然后去让它变得更好, 但你自然就会见到这个雨过后的这个太阳,OK,乌云过后这个太阳,拨开雨雾就会见晴天,OK,那最后这张牌卡呢,是一个海域,这张牌卡他们是要我告诉你哦,你去想一件事情,这些海域啊,从这个泥巴里面长出来哦,但是其实呢,下面虽然是充满着污泥或淤泥好了, 但是其实它们长出来的时候,上面这个翠绿的花朵,或者这个鲜红的这个花朵的样子是非常,呃,怎么讲,呃,非常吸引人的,或者是比如说非常让人家觉得很,它虽然不是莲花,但是它有一种出于你而不然,然后还有一种事情,好像是你从这个泥沼中成长了,长大了,他们说这是这张牌卡要给你的寓意,好吗, 所以你反而应该要借由这件事情去学习一些,可能对你来讲非常重要的课题,但因为每个人课题不同,我觉得你可能要去,呃,自己思考一下,好吗,好,那我们来,呃,我们来听看看这个,你的牌卡已经飞出去了,好,我们来听看看这个美人鱼呢,好,有什么样的建议告诉你好吗,好,等我一下,我要剪一下牌卡啊,OK,来,OK,这张牌卡呢,是指你看哦,这个人是找到了他的宝藏,OK,这个就是我刚刚告诉你的,你要能够去寻找这个宝藏, OK,这张牌卡,他们说你去看哦,这个人是打开一个箱子,那箱子看起来旧旧的,好像没什么不太直接,但打开之后发现,哇,里面竟然有宝藏,这个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,你应该要借由这次的机会去挖掘里面,你要学习的课题,你得到的这些养分,或者是,哦,你领悟,原来我不可以这样,哦,原来这个地方我可以这样子努力,哦,那个地方我可以怎么样调整,这个就是你现在正在学习的课题,好吗,那当然这是美人鱼给你的建议,我还有一副牌卡是专门抽这个 灵魂学习的课题,我们来看,我们直接就来抽,看你的灵魂在学习什么样的课题,好不好,来,这张牌卡,等一下他们叫我再抽一张,这张牌卡是叫做关西,抽了两张,OK,还有另外一个是开心,还有一个是这个,他们说,叫你要幽默去看待这件事情,来,这张牌卡是告诉你要幽默去看待这件事情,意思就是说呢,他们说,你看起来这很像一个灾难,就像我刚刚讲的,但是你要能够去看到这从中当中呢,你会学习到之后,你会觉得,嗯, 妈,原来是这样子啊,原本看起来好像有点糟糕,OK,这是第一个要提醒你的是,你的灵魂在学习其中一下小小部分的课题,另外这张牌卡是快乐,幸福也都可以,OK,他们说呢,这件事情是指说呢,你永远都会在对的道路上,即使这个状况看起来好像不是OK,他们要我告诉你,你不要放弃在这个状况当中,你好像失去了希望,或失去了,比如说别人可能没有信守承诺,类似像这样子,那你的快乐不应该架构在别人的手上, OK,这个是要你灵魂学习的课题,然后还有一件事情,这张牌卡是你第一张牌卡,也就是你灵魂在学习的叫做关系,OK,他们说呢,叫我跟你讲哦,嗯,这些,这一次的这些相关状况人事物,特别是在人际关系的部分,他们说你要去想,有可能是因为你人际关系的部分,导致于这个状况可能没有办法发展得这么顺利,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,你因为要逃避某种人际关系,所以, 你可能选择了这个方向,但是,你逃避这个人际关系,你选择这个方向,所以发生了这个事件,让你去面对,你真正该面对的问题,你才会拐弯回来去面对真正这个你逃避的人际关系,我知道这有点牢蛇,但是你可以多听几遍,意思就是说,你原本要面对的课题,你没有面对,你采逃避的方式,因为这是一个关系,可能是你的朋友,可能是你的家人,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,那,你拐了弯,你硬要 走偏离这个航道,那,只好宇宙就把你拐回来了,你懂我的意思吗,OK,这个就是你在学习的这个东西,好吧,我觉得你有一些人际关系逃避上面的问题,你可能自己要去思考一下,好吧,OK,好的,那这个呢,就是我要给射手座的朋友们,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排他节目, 你的能量,其实,呃,我觉得没有不好,我反而觉得,我感觉到这边是很丰盛的一个能量,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应该要把握这两周的这个能量场去学习,拿到这些,你应该要拿到的这些学分,好吗,我是真的很看好,你们这两周的这个,很跳跃式的成长跟改变,OK,那如果这个影片有帮助到你,希望你在下面留言,让我知道,也分享你们的故事, 然后我也会尽快回复你们的这些讯息,也感谢你们来收看我的影片,也欢迎你们可以搜寻我的相关资讯,一起来追踪我的IG,订阅我的电子报,那我们就下次见咯,拜拜